哈喽大家好 今天这支视频呢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霜状和液状腮红的大厂 我翻了翻家里的腮红抽屉里面 找出了十款霜状以及液态的腮红 在这里呢就一一跟大家分享一下 霜状的腮红呢它也有分质感的不同 第一种的霜状腮红呢它就真的是霜状的 是固态霜状的 就是你能摸上去湿湿的感觉 那另外一款霜状的腮红呢它是慕斯状 就是你摸上去呢像慕斯一样很绵密很柔滑的感觉 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液态腮红 那顾名思义它就是液态的 这十款腮红呢有开架式的也有专柜式的 正好呢因为有一些同学跟我要求说 希望我能分享多一些开架式的彩妆品给大家 这里呢就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你的预算够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专柜的 如果你是学生党的同学呢就可以看一下开架式的霜状腮红 By the way这支视频除了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十款霜状液态腮红之外呢 在视频的最后呢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上液态腮红 因为液态腮红呢是需要一些小技巧的 如果上的不好的话呢很容易就上成一个猴屁股脸蛋出来了 首先第一款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这个小小的很迷你的 它来自Max Fetter家的霜状腮红 那这款霜状腮红呢是我非常喜欢 也很推荐给大家的 它的色号是14号叫Soft Pink 这个颜色呢就是非常的百搭 并且这款霜状腮红的质感呢是非常的creamy 很容易的被推开并且持久性也还不错 所以这一款腮红呢我认为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霜状腮红 它甚至可以媲美很多专柜式的霜状腮红哦 所以这款腮红呢我非常推荐给大家 它的价格呢因为是开价式的也很便宜 欧美的开价式Max Fetter是我一个比较喜欢的品牌 大家不妨去看看这款腮红哦 第二款霜状腮红呢是来自Mac家 它的色号是Alpha Fun 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漂亮 它是一个很可爱的peach的颜色 那这款霜状腮红呢它也是比较黏的 就是那个质感 所以它是比较霜状的霜状腮红 那这个颜色我个人很喜欢 擦在脸上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很可爱 很有声气很有元气的感觉 那peach的颜色呢也是比较百搭的 这个跟刚才Max Fetter家那个对比呢 那一款会更适合新手上路的同学 因为那一款的颜色它比较淡 在用的时候呢不太容易出错 那像这一款呢颜色是稍微鲜艳一点 外加它的显色度也比较高 所以在用的时候呢一定要下手清 上这种霜状腮红的时候呢 跟大家啰嗦一句 一定要慢慢就是一点一点的去上 不要说一下子就拍在笑地上 因为它的显色度是比较高 所以很容易就会擦出来一个猴屁股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一定要轻一点动作 那这款霜状腮红呢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它还有一个Mac家的那个经典香味 还蛮好闻 这些霜状腮红呢如果只是平时化妆的话呢 买一个其实就可以用很长时间 因为它真的非常耐用 接下来又跟大家分享一款开架式的霜状腮红 它来自Bodra 这个彩妆品牌呢也是我在开架时非常喜欢的 这个腮红的色号是03号叫Rose Tender 非常清淡的一个玫瑰色 很漂亮 那它这边呢有一个小镜子 我就挡住了 省得亮到大家 这个颜色我觉得非常自然 那它甚至是比Max Fetter家的那款颜色更自然 所以如果那一天你只是希望有一个清清淡淡的裸妆效果呢 这款腮红就再适合不过了 或者那一天你希望凸显唇妆或者眼妆的话呢 这个颜色也是非常适合 它非常的清淡 但是又能让你在笑起来的时候 感觉很有元气很有生气 它的颜色呢就不会像刚才Mac家的那一款显色 所以在用的时候呢不用太担心说 一下子就刷出来一个红屁股 这个颜色跟刚才Max Fetter家的那一款双状腮红 我都很推荐给新手上路的同学 因为新手上路的同学可能对这个拿捏不是特别准 以防万一会出错呢 这样子的颜色呢是比较安全的 另外它家的双状腮红呢 质感质地也是非常creamy 我刚才说了开架 那接下来就说一下专柜吧 接下来这款双状腮红是来自Stella家的双状腮红 这款双状腮红我觉得算是双状腮红的祖先吧 我自己刚开始接触双状腮红呢 也是看到这个品牌的双状腮红开始感兴趣的 那它家的双状腮红呢是强调可以唇侠两用的 也就是唇部也可以用 然后也可以当腮红使用 那这个颜色呢我也很喜欢 它擦在笑机上呢也是一个非常自然 透出来的那种元气感的颜色 另外这个颜色也是比较自然的 如果说你不希望刷一个比较突兀的腮红 那这个颜色也会比较适合 它家双状腮红有很多个颜色可以选择 那我自己呢目前来说是比较喜欢这个颜色 因为我只入了这个颜色 Stella家的这款双状腮红 和刚才分享Mac家的这款双状腮红的质感呢 都会是有一点点小黏 所以我觉得更适合放在秋冬天的时候使用 因为感觉它们的保湿性滋润度会比较好 夏天用呢可能会不太舒服 因为觉得拍在脸上本身如果混合性的肌肤 就觉得有点出油 皮肤已经黏黏的了 然后再擦上这种黏黏的腮红呢可能会不太舒服 那按照顺序接下来这个就是开架式的咯 它来自Nex家的双状腮红 Nex是我在欧美开架式品牌来说我比较喜欢的一个牌子 我觉得它家的彩妆品呢都出的非常好 性价比也很高 并且质地质感的不太舒大盘 那它家的双状腮红呢这个我选择的是11号 那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可爱 通常在用双状腮红的时候呢都是我那天会比较懒的上妆 擦一个CCBB cream 然后涂抹一些双状腮红在脸上 就是让整个肌肤看起来比较有活力元气的感觉吧 所以我通常选择双状腮红呢都会喜欢这种比较自然的颜色 那这款颜色呢我也是很喜欢觉得很漂亮 它就是那种很清淡的那种粉色 它家的双状腮红质感也是非常的creamy 很舒服 很容易的被推开 持久性也还不错 我觉得腮红持久性来说呢 双状腮红是会比粉状的腮红要来的更持久 因为它抓肌肤会抓的更紧一些 那粉状的腮红呢可能会因为出油或者冒汗 它就自然的脱落下来了 像这种双状腮红 如果说你去海边的话呢 我就非常建议你用这种双状的腮红 因为它的持久性会更好一些 Next的双状腮红呢也是我个人很喜欢 颜色就更不用 刚才那五款双状腮红呢 它的质感是我刚才说的 是很霜状的霜状腮红 那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四款呢 是比较偏mouse状的霜状腮红 首先第一个出场的呢 就是chanel的霜状腮红 那这个色号是69号 很漂亮的一个颜色 看起来很艳 但是它其实可以刷的比较share 比较清淡 如果说你想刷一个比较可爱 就是比较明显的腮红呢 它当然是可以再叠加 然后刷的比较明显 但是如果说那一天你只是希望刷一个比较清淡的腮红呢 那就轻轻的碰 然后轻轻的拍在校机上就可以 我记得它好像是一个限量色 我不确定现在还有没有的卖了 但是如果有的话呢 大家可以去看看这个69号的霜状腮红颜色 像这样质地的腮红呢 我觉得很适合放在春夏天的时候使用 混合机的同学在春夏天会出油 所以可能不太会喜欢刚才我分享的比较霜状的霜状腮红 因为它的质感质地会比较粘稠一点 春夏天混合机的同学我更推荐这种chanel的霜状腮红持久性很不错 当然了如果你选择像这种比较艳的腮红呢 它会比淡色的腮红持久性会来得更好 如果说你那一天是希望它很持久 不用在外面补腮红的话呢 可以选择一个比较艳的腮红 那这款霜状腮红呢是我个人很喜欢的 也很推荐给大家 并且呢包装也是很可爱小小的一个 按照顺序专柜之后呢就是开架咯 接下来分享的这款慕斯状的开架式腮红呢 是来自Revlon家 那我选择的色号是100号叫Pinch Revlon的双状腮红也是有好几个颜色 供大家选择的 那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它也有Mac家的这个颜色 就是比较艳的一个Coral色 因为我有这个颜色了 所以当时就没有再看 那我觉得这个颜色呢会比较自然清淡一些 它家的腮红呢摸上去也是干干的 就是不会是那种黏黏的感觉 所以也是非常适合混合机的同学 在春夏天的时候使用 油性肌肤的同学 其实也可以选择双状腮红哦 那在选择的时候呢 尽量去选择这种摸上去干干的这种双状腮红 那它不会给你的肌肤带来任何的负担 不会摸起来黏黏黏黏的感觉 这个颜色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 那颜色方面呢就是个人喜好了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清淡的颜色 接下来这款双状腮红呢是来自Fusion 这款双状腮红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呢 是它打折的时候我入的 那当时我就看了它的包装很可爱 因为它很小一个 打开之后这个颜色呢也是很清清淡淡的颜色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在选双状腮红的颜色时候呢 都比较喜欢选这种自然的腮红色 另外它的双状腮红上面呢 有一层反金色的Shimmer 但是当然刷在肌肤上之后呢 就看不太到那个Shimmer 它的那个Shimmer颗粒非常的细致细小 我觉得这款双状腮红也是做的非常不错的 质地质感呢我也很喜欢 如果外出旅行的话呢像这种小包装呢就是首选 接下来这款慕斯状的腮红呢是我很久之前买的 它是来自娇兰家的这个慕斯状的腮红 那包装很可爱就是也是小小的一个 打开之后呢里面就是一个比较冷掉的粉色 刚才我有跟大家说我喜欢这个喜欢那个 可能会有同学说你怎么都喜欢呢 那这个呢就是我唯一不喜欢的一款 所以呢就这么多年我一直把它放在抽屉里都没有用 因为我觉得它的显色度不是特别好 很难刷在肌肤上能看到那个显色度 所以我个人来说呢不是特别喜欢 当然想显色的话也可以叠加 我也尝试过 叠加之后呢看到颜色 但是这一块呢就觉得很厚重 所以我不太喜欢用这个双状腮红 随一点呢我就会把它丢掉了 因为它应该是过期了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九款双状腮红 那可能会有同学问说怎么样上这些双状腮红呢 我自己呢会有三种方法上这些双状腮红 首先第一种也是最简单最方便的 直接用指腹去上 那用指腹呢我通常喜欢用这两个手指去沾取 拍在笑肌上把它们推开 第二个方法呢就是用刷子 那刷子呢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最好不要用那种太扎实太绵密的刷子 使用这一种叫 stippling brush的刷子呢 上双状腮红会比较好 因为它不会说上了一块一块的 那很容易的也能把它推开 其他品牌也有出这种刷头的刷子 所以大家不妨去看一下 那第三种方法呢就是用海绵 或者用你的beauty blender去上 那个方法呢我个人是比较少用 我通常不是用指腹的话呢就是用刷子 因为我觉得会更方便一些 那如果说你担心用指腹上的不够均匀的话呢 你也可以试一下用海绵来刷 那海绵的话其实任何海绵都可以 像这样子的永和三美人的海绵也可以 或者是beauty blender也可以 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液态腮红 那这款液态腮红呢是来自byterry 那它曾经出现在我的四月爱用品那支视频里吧 非常喜欢用这个颜色 很漂亮非常自然 那在用液态腮红的时候呢 其实我刚开始用的时候很糗 尝试滴在脸上 结果呢顺着脸就滴下来了 像像红色的泪一样 后来我也有尝试把它滴在手背上 用刷子去上 也是不成功 最后我发现一个成功的方法呢 就是用海绵去上这种液态腮红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使用的时候呢也是很简单 只要把液态腮红呢 滴一滴哦 滴一滴在海绵上 因为这个液态腮红非常的水 所以你要抓稳这个海绵 否则它会倾斜的到处都是 那再滴上去之后 只需要把海绵弄均匀 因为这个液态腮红非常的显色 大家不要贪心一滴就够了 我之前试过用两滴 结果呢就会刷的腮红的颜色比较重 那我觉得一滴呢就足够两边使用了 滴完之后呢 就是把海绵这样子均匀的揉搓 千万不要担心它渗透进去就没有了 它一样还是会在海绵上 在上的时候呢也是很简单 这个海绵呢我通常喜欢这样子拿 就是中间一个手指放在里面 会比较好上一些 上的时候呢就是笑一下 然后看准笑肌的这个位置之后呢 就轻轻的拍上去 它超持久的 一天下来晚上回到家 它还是这个颜色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款腮红呢我觉得买的也超值 因为我记得我是半价的时候购入的 那我觉得这一瓶液态腮红 估计能用一辈子了 可以传给曾孙用了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颜色 非常的自然 这个腮红真的是一级棒 我觉得有了它之后呢 其他的双液腮红 我感觉可以有一阵子 不用见它们了 最近都非常宠幸 这款液态腮红 其实我经常用 但是大家看到 好像还是满满的一瓶 都没有要下的意思 真的非常难用 这款液态腮红 我觉得它的颜色 显色度持久性 都是满分 非常赞 我给它很高的评价 因为我觉得它实在是太好用了 好了这里呢就跟大家分享了 我的十款霜状以及液态腮红 并且告诉大家听用什么方法去上这些霜状腮红 在最后呢也跟大家示范了 如何上液态腮红 液态腮红是我觉得最难上的 所以我有示范给大家看 它上双液腮红呢 我觉得会比较简单一点 更适合新手上路的同学 如果说你已经使用彩妆有一段时间了 可以开始尝试液态腮红 对于已经熟练彩妆的同学来说呢 液态腮红其实并没有这么难上 那希望你们觉得今天的这支视频受用吧 如果你喜欢的话 记得在下面给我一个大大的赞 作为鼓励哟 如果你还是新同学的话 赶紧去订阅我的视频频道吧 谢谢大家观看这支视频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